大家好我是迷家 欢迎大家收看做什么懒人包 上一集超简略台湾市的回响 都叫做跟我想像中差不多 当然我就不会遇到很多人会想看的 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一向都是抱着一副 一疏烟与任平生的心态社高整片 所以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超简略台湾市系列我都会继续做下去 不过在这里也要多谢上一次 专程过来支持我的大佬chip 它的出现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主要是我猜不到原来我有这样的召唤能力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大佬chip的捧场 大家都要记得要支持一下chip的作品 事不宜迟我们就继续说下去了 不过在开始之前就当然要先跟大家做个宣传 我今年26岁了 这件事在我心里面都一阵子了 我是被朋友拉进去小心轻寒 在里面看小说 刚开始 叫了我两三次都没有加入做会员 又跟我说可以看到不同的小说和文章 他们会定期更新 就不用怕看到广告文和内容农场 第一次上去看小说的时候 我好害怕啊 不敢大声喊 但是作者真是好多 但是慢慢感觉到 看完一张又一张 好像不会停根 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那天看完 那些试看章节 都已经11点多了 那他就传了个讯息给我 他带我认识了一班 写着收费文章的学长 他说我们读者 应该用身体力行 去支持本地创作 我看到没了意识啊 就落了床 他说用PayPal 和FPS去充值 就够了安全 不用担心 他的故事真是好奇怪 看完之后 整身都好热 好想继续看下去 每次都有不同的作者 有时一晚试过 连续三个人 过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不对路啊 我好兴奋啊 天天都有故事和文章看 希望作者都会觉得 香港人 更好 本地创作 在此之前 对香港本地创作文化 买少见少 我真的觉得好恐怖 好迷茫 好不开心 原来 有很多人 跟我经历一样的 我现在 将我的经历讲了出来 我希望这件事 就可以继续发生 继续支持 香港的作家 小心轻汗网络小说网 采取线上阅读模式 一篇文章只需几元 总便宜过打一程挡铁 就可以支持属于你的作者 读者每买一篇作品 作者就可以收到七成的版税 散文 原本小说 连载小说 任君选择 文字有家 创意无家 支持香港作者 支持本地创作文化 输入 HAPPY KONGNER HAPPY CORNER 如果你想得到关于我米家最新的资讯 自己都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好了 做完宣传 还记得我们上次就说到这个 亚洲有史以来最短命的共和国 台湾民主国的出现做收尾 究竟这个台湾民主国又是什么呢 当时的台湾巡护 亦都是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国下 唐景松 和一众台湾乡亲虎老 打了什么算盘呢 一切又要从建国之前甲午战争台湾的情况开始讲起啦 一开始回到1895年的4月 上集我都说过 因为甲午战争 蜻蜓打输了给日本的关系 蜻蜓是需要各让台湾给日本 而其实早在战前 即1894年的时候 蜻蜓一早就知道 日本是对台湾虎视眈眈 所以就派了福建水师提督 杨其真 和南澳总兵 刘永福 去台湾进行协防事务 同时当时的台湾巡护 邵友廉 也都请了一些台湾本地的 士绅组成的民团 来进行团练 去找到的其中一位士绅 就是我上集提过的豪竹 林本源一家的家主 林惠元 和另一位士绅 林潮栋来搞这一件事 而林惠元在组织地方义勇的时候 就找上都是我上集讲过的客家香身 邱逢甲 来一起搞这个地方义勇计划 当时邱逢甲就已经看得出 隔五战争的后果 是有机会祸害到台湾 所以他就对着香里说 台湾沽原海外 一旦发生不测的话 朝廷是不可能顾及到台湾 我们唯有自己守住自己的家 否则一旦祸患来到的时候 不单止是祖先埋骨之地会蒙难 而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家 而就是这样 他就吸引了很多台湾本地的热血青年 加入了他们的团练计划 而没多久之后 邵友廉就走投 换了唐景松来做台湾巡护 而说回唐景松本身 根据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男后李教授所说 他认为唐景松是一个巨有红心壮志的官员 因为他一直都在台湾事务上 扮演一个主导者的角色 没错 唐景松在治理台湾的期间 其实从来都没有和之前清廷 所派过来协防台湾的杨其真 和刘永福商量过任何有关的事务 就算是本身住在台南的刘永福 专程去台北拜访唐景松 和他商量有什么军务上的事可以帮忙 但到最后唐景松也是坚持刘永福要做自己的事 留在台南就可以了 这件事应该就是因为唐景松 希望和刘永福分花在两边画地分房 当时邮逢甲和清廷试任南洋大臣 张之洞都劝唐景松不要那么硬 因为他们都知道 如果没有刘永福的帮助 单靠唐景松是守不住台北的 但唐景松依然都是抱着一副 彩你都傻的心态做事 而同时他都将林惠元和邮逢甲两个负责的团练 完完全全交给他的门生邮逢甲去做 将团练团改名为义军 自此邮逢甲就成为义军的领袖了 而去到1895年的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 只用了3天就已经占领了澎湖全岛 当这个消息传到台湾本岛的时候 唐景松为了稳定台湾人民的民心 他就紧急调邮逢甲回台北附近协防 但唐景松也因为知道邮逢甲是台湾本地具有影响力的事身 他就认为他自己是很难掌控得住邮逢甲 所以他就对邮逢甲的很多要求都不配合 例如邮逢甲想要武器補给 唐景松就送了一堆不是生瘦就是脱头脱骨的残疚大炮给他 邮逢甲说想出粮给义军的人 唐景松就立即耍手兼领头 所以邮逢甲就经常因为这些事挑蝦拆鞋 而过了没多久之后 青日两国签订了停战协议 但最好笑的就是在这份停战协议里面 停战的地方是不包台湾的 这件事又令到台湾人民感到十分震惊 又说是中国自古人不学挖他的领土 不过在这个时候邮逢甲就认为 台湾的利益可能就被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出卖了 但青亭依然对台湾人隐瞒这件事的严重性 去到4月2日 青亭的军机处向台湾发出训令 表示出朝廷对台湾的关怀 并且要求唐景松要激励将士 开盗新闻 敌开同酬 力图罕遇 不过同时在台湾的洋行 就传出了日本将会要求青亭各让台湾 本来组织全台军队进行防务的唐景松 知道了之后也吓得飞起 立即上书向朝廷询问真相 但朝廷的答复是故左右而言他 避而不答 而去到4月17日 唐景松透过张之洞的通水 才知道来近清亭和日本签订的条约上 是的而且确有各让台湾这条款 而在这个消息传开之后 作为当时台湾本土分子的邮逢甲 当然就是吐到合爆啦 当场就刺手指写血书 写了他窩手土四只大字 以表示他抗日保台的决心 之后那天 他就率领一大批乡亲父老去找唐景松 尚书清亭请愿 强调他们 怨为虎臣 真是唐景松 誓死守愚 如果打不赢的话 就等他们死完之后再讲各地 如果日本来接收台湾 台湾人民一定会和日本开拖的 以一日之后的4月19日 总理衙门就传了一份电报 也就是传了一个message 来讲各样 这个message里面 不单止没有安抚到台湾人民 还提到要唐景松 在和日本交收台湾那时 要极力保护日本过来接收领土的人 要求他令到百姓不会生事 为老老逗逗 清亭对台湾一副关人忍事四只大字的态度 再加上台湾是无故被人割给日本 那台湾的民众又怎样可能不情绪激动呢 因此就是当日以邮逢甲为首的台湾 事身豪族乡亲父老二百多个人 就在猛甲集会 主张清亭都既然抛弃台湾 以后对谁忠诚 应该由台湾人自己话番事 在集会里面 他们同时呼吁唐景松要留在台湾 认为只有靠他和清亭的关系 他们才会得到资源和协助 这个时候唐景松见到这样子 就滴大汗了 因为他的处境真的十分尴尬 他只不过来台湾做官 又不是台湾本地人 他说怎会想和你们过人世呢 因为他根本就体会不到那帮 事身豪族乡亲父老的故乡 被割让给日本子的那种痛苦和屈辱 因此当他知道马关条约要签订之后 其实他一早就想走投回大陆 但只不过因为现在风头火势走不了 所以他唯有找靠山 而他找到最好的靠山 就是当时的南洋大臣张之洞 根据台湾历史学家 现任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院长 吳密策的研究指出 张之洞早在1849年11月的时候 听到日本政府说想要台湾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早已经向李鸿章强调 绝对是不可以放弃台湾 还提出在台湾 给予国国立权 结缓列强来抵抗日本 而去到1895年的2月 蜻蜓派李鸿章去日本谈判的时候 张之洞在2月27号就传了个message 给唐景松 跟他说要他上奏朝廷 跟朝廷说叫他们不可以轻易放弃台湾 然后张之洞自己也都传了个message 给北京总理衙门和李鸿章 再次强调台湾的重要性 并且提出了一个方法 去解决台湾给日本吃的这个问题 就是将台湾抵押出去 当成向外国借钱的抵押品 将台湾变成一个国际债务责任 去有使债权国家去抵抗日本的要求 同时又将台湾开矿的利益 给了这些债权 这些外国债权国家 就不会想将台湾交给日本 张之洞心目中的外国债权国家又是谁呢 就是当时的日不落帝国 大不列颠帝国 当时的英国基础在台湾 是完全独占了台湾的金融 贸易、航运和采矿业 因此张之洞的如意算盘 就是想将台湾押给英国 借英国会接管台湾这个地方 来杜绝日本想吃了台湾的这个想法 所以去到3月7日 清廷就问张之洞有没有招待 张之洞就立即联系了駐英公司 和駐俄公司分别密针 首先俄佬就和张之洞说 他们没有兴趣用武力空日本 而英国佬就说英国政府是不想插手这件事 但如果英国商人和公司想做些什么的话 英国政府就当然不会阻止了 张之洞在这里就随即要求駐英公司 去试探一下这些英国商人的口风 但到最后这些英国商人 都是给不到什么确实的回应 简单来说就是 张之洞这个如意算盘 到最后是打不响的 而去到马关条又签订了3日之后 即是4月20号 台湾的侍身见好像没什么起色 又再集体上门去找唐景松 希望他可以出面和当时英国代理领事金章 谈谈有没有请求英国保护台湾 但同时唐景松依然是想走老回大陆 所以他反而是拜托英国商人 看看有没有方法去帮他将他的个人资产变卖 然后运回大陆 那当然无论是时薪的要求 还是唐景松的私人要求都好 英国佬就当然是彩虞都生芒果啦 不过在同一日反对各样的台湾民众 打挪打鼓地呼吁大众罢市要败视抗议 台湾人民的情绪也变得十分激动 而在同一个时候 蜻蜓派在法国巴黎和法国佬交涉的阴差大臣王之春 就发了个Message给唐景松和张之洞 跟他们讲西史 没错真是讲西史 就是讲很出名的普法战争之后的和谈 当时作为圣方的普路士 就要求法国各样两个地方给他们 就是我想大家对中学历史读有记忆的话都应该会听过 阿尔薩斯和洛林这两个省 但法国佬就认为 这两个省的人民是不愿意归顺于普路士 普路士当时是没办法反驳法国佬的这堆说话 就这样看 王之春的建议好像很不错 不过不知道王之春学的西史 又不是好像我们的教育制度那样 读一点不读一点 因为你看回普法战争 和之后和谈签的法兰克福条约就知道 法国佬对最后 是要将阿尔薩斯省的大部分土地 和洛林省属下的摩扎尔省割了给德国佬 而且法国还要在49年里 赔回50亿法囊给德国 然后在未还得完之前 必须接受德国佬佔领自己的北部地区 其实条款到最后都是一样苛刻的 不过当然这些东西的王之春不说 唐景松和张之洞就不可能会知道 所以王之春身上了一堂西史堂的唐景松 就分别send message 给张之洞和总理衙门 他在message中就说到台文不服 其约马关条约可费 同时张之洞又send message 给总理衙门和唐景松 进一步提出可以用台湾 百姓不愿遵从抵抗日本 还说蜻蜓应该听任台湾住民的意愿 来说出不应该将台湾各样给日本的意思 之后唐景松就收到张之洞转发 来自总理衙门的来讯 就说如果台湾可以自保的话 那就不会连累到蜻蜓 如果还可以得到好像英国佬的庇护的话 那就更好了 可以自立保民 又说要请英国佬来帮忙协防之旅 这些说话都好像在鼓励着台湾自立一样 不过民间就不像官那样想 由马关条约签订那天开始 台湾就是粒粒乱 又杀人放火打劫破坏什么都齐 而为了处理这个社会混乱的情况 唐景松在4月25号就召开了一个会议 希望建立一种台湾之所以这么粒粒乱 都是因为人民对各样不满的认知 来寻求各国的协助 因此他就和与会之中的蜻蜓在台官员 英美德三国领事 和蜻蜓外国顾问马士等人表明 如果履行这个各样的条款的话 叛乱的士兵和人民 将会在日本人到达之前奋力反抗 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蜻蜓官员都很大机会被针对性攻击 或者被杀害 到时当他们死了 他们就当然没有能力保护外国人在台湾的生命安全 同时 他在会上也公布了一个来自北京中央官员的好消息 段故应该是张之洞 消息指各国可能对此干预 所知马关条约通过各样台湾 而的确在4月23号开始 俄德法三国就真的开始干预清日谈判 这个就成为了台湾上下官民最好的期望 不过当然我们到最后知道的就是 俄德法三国干预的结果 都只不过是要日本偶出接近京畿的辽东半岛 即是后来史称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这件事 不过过中最有趣的就是法国佬的取态 法国佬一直都对台湾很有兴趣 所以蜻蜓靠着黄之春的游说 的确是说服了法国佬保台的 法国当时立即调派法国军兰开赴基隆和淡水 而且还叫人经西班牙 send a message 给日本就说 就算清日两国批准了和约都好 他们法国佬是不会承认的 不过后来法国佬的态度又改变了 他就过来保护台湾 就能够阻止日本占领台湾 而去到5月9号的时候 当唐景松仍是对法国佬有所期望的时候 马氏就立即提醒唐景松 他就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台军军力的话 法国的行动只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而这场暴动到最后也会波及到唐景松身上 在这个时候唐景松就是另一个打算了 这个时候唐景松就问马氏 他就问了如果宣布台湾自治的话 会不会惹来日本的谴责呢 那马氏当然如意反对 就说如果按着民国和蜻蜓无管的话 往事旺帝就不会被谴责 但责任依然都在你自己身上 因此就要避免发生这件事 同时马氏也暗示 如果唐景松不抵抗日本的话 一旦当台湾发生暴动也好 应得两国的领事馆也会保住唐景松 所以唐景松其实是不用怕的 而在这里马氏其实真的是劝唐景松 不可以很谬言地决定自治 但不知道是否因为马氏是鬼佬的关系 说官话说得不太好 他说的这堆说话 唐景松到最后可能只是听得到 要采取民国方式自治 而在5月10号 法国著称公事就表明 因为马关条亦经以缓约 法国就真的不会再干涉了 唐景松见到法国佬那么绝 所以过了两天之后 又再叫总理衙门找德国佬帮忙 但德国佬很快就拒绝了他们 然后唐景松就向三国最后剩下的俄佬叫救命 但俄佬因为在大陆东北有利益的关系 所以俄佬也不想插手保台 这堆这样的求助 其实都是经总理衙门发放出去给国国领事 即是代表 清廷 是知道台湾的东西 但就因为他们不方便公开反口不认数 所以他们就只能够暗地允许 张之登和唐景松 以任何台底之下的方法 去确保台湾不会被日本拿走 利用台湾人民的名义去做的东西 就当然不关清廷的事 但问题在于 清廷的同时不想损害他们和日本的关系 所以无意之中就允许了台湾可以自作主张 而随着局势的发展 台湾人民做的事就只会越来越激进 去到5月15日 以休凡格为首的台湾侍身 找唐景松密谈 讲明了他们的抗敌计划 并且要求唐景松要提供资金和武器 而在会议之后 大家都要求唐景松去发过声明 谴责日本侵略的行为 并且宣称他们将会抵抗日本人的登陆 同时他们也要唐景松 传个message给张之东 代转发一份叫做台文报告的声明给清廷 就是以下这一份 这篇文章我就不会读了 你们想看就自己停下来看 总括来说 整篇文章最重要的都是三点 第一点 就是自己台湾自己救 因为台湾没人帮 所以台湾人民唯有自己帮自己 第二点 愿人人战死而失台 绝不拱手而让台 第三点 有哪个国家如果承认台湾自立 同时有共同援助协防台湾的话 他们就会租借所有金矿 煤矿 田地 和可以起役的土地 出去给那个国家 然后又send message 给总理衙门 北洋大臣李鸿章 南洋大臣张之洞 时任敏捷总督 福建布政司 和全台湾官员 表明因为台湾已经成为了 朝廷弃地 百姓无衣 唯有死守 因此要决定自立建国 一连串的行动之后 5月16日 台湾市申请求唐景松 暂理台湾政事 但唐景松就拒绝了 唐景松之所以拒绝的原因 主要是和他的门身邮逢甲有关 因为邮逢甲当时可以说是 台湾乡身里面最有权势的人 如果唐景松跟邮逢甲的要求行事的话 他就不是留在这里担任领导者 而是被扣押的人质 他就不单止没有了 清廷秦府的权威 也没有办法成为台湾岛上为我独尊的抗日领袖 而最好事的就是 唐景松之后那天又传了个Message 给张之洞 跟他说台湾准备以民主的形式自立建国 而且他还说他已经被乡身推举了做领导人 虽然他坚决不做 但还是得不到乡亲父母的批准 但他同时又会担心朝廷会怪罪 于是他就想张之洞帮他手 跟朝廷说台湾之所以建立民主国 完全就是为了不想让日本有藉口来骚扰清廷 但同时他又怕民主这个字眼 对清廷来说实在太过新奇 所以他希望朝廷可以给个名分 让他也有一些渣纳在手 最后他也强调台湾自立建国的这件事 是救急之财 不是造反 而在这个时候 唐景松一早放弃了等法国军舰 竟然突然出现 虽然法国没有派到舰队来 其实自从清廷在收到台湾自立建国的消息之后 他们是开了个御前会议 但到最后都没有任何的结论 去到5月17号 当收到唐景松转发张之洞 表明台湾要建立民主国的message的时候 李鸿章在这个时候也都借机建议 日本还回台湾给清廷 但日本就当然不会同意了 而李鸿章也怕这样会搞祸了 日本会还回遼东半岛给清廷的这件事 所以他也都上咒朝廷 叫朝廷想清想错才好做台湾的决策 因此去到5月18号 清廷就要李鸿章的养子 驻日公使李鸿章去台湾 依约地将台湾交给日本 5月19号 前德国著称公使 巴兰德就传了个message给李鸿章 表示德国方面都是认为李鸿章在指使台湾人民反抗日本 明显就是违约 这样必定会令日本会再次开清廷播 李鸿章看到这个message之后 就立即向总理衙门反映 哇 他是很无辜的 并且他也反驳 他没有暗中指使台湾人抵制日本 他就督灰就说 这个只是张之洞和唐景松的所作所为 同时德国外交报也直接传了个message给总理衙门 指责清廷不应该暗牙底地叫台湾人反抗日本 而且德国佬也警告清廷 如果清廷再次和日本开拖的话 他们就只会输多一祸 然后要再赔更多的钱 而清廷收到来自国外的警告之后 就更加不想放任台湾的反抗活动 所以同一天 他们就向外界宣告 他们是没有不想个人台湾的意思 而且再度催促李鸿章快点去台湾 更加要李鸿章把台湾的事说给日本 之后清廷就传了个message给唐景松 免除了一个巡护的职务 并且要求他立即离开台湾回京城 而且他们也下了内道令 召齐所有在台上下大小文武百官 都要离开台湾回大陆 清廷这样做 大多都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想为了一个小小的台湾 而误了全盘大局 所以就正式向各国表明 清廷是和台湾的自立是无关的 也都因为这样 清廷对于日后台湾抗疫的行动 就没办法在名义上 或者实际上有任何的援助 接着整件事就回到我上一集所说 法国军官访问唐景松的这件事上 唐景松当时就宣称法国佬和他说 如果台湾自立建国的话 法国是会派全权大臣来台湾签约 然后唐景松又说 他当日是收到一份来自总理衙门的电报 敦促唐景松尽快进行台湾自立的行动 因此当时邮逢甲等人再次 请求唐景松做台湾的领导人的时候 他就顺势接受了 而在5月25号 唐景松就发表了台湾民主国的建国独立宣言 传闻就是这样的 总之简单来说整篇说的就是 1.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就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 2.你强不肯帮手的话 台湾人唯有自救 3.台湾人民愿意为保护台湾而战 4.台湾人民决议建立民主国 推举唐景松为总统 而这个建国独立宣言 就等同于对全台湾宣告 马关条约无效 呼吁全台湾人捍卫台湾 就是这样 台湾在局势所迫 和张之洞的支持下 就成立了台湾民主国政府 但实际上 张之洞对于成立民主国新政府 这件事是有所顾忌的 因为早在收到唐景松的报告之后 张之洞曾经质问过唐景松 问他建国这件事是想怎样做 而唐景松就答张之洞 他会仿照西洋制这样成为总统 张之洞就反对 他在24日那天就传了个Message 给唐景松 跟他说新政府是不可以叫做民主 自立 而且也不可以叫外国的总统 因为权位太大并不适合 要改名做总管或者总办 但这个Message就传得太迟了 在5月25日的时候 台湾民主国一建立就已经实行了总统制 不过名义上就叫做西式体制 但骨子里面的东西依然是无变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我们从他们成立了台湾民主国之后的言行举止就知道了 例如在建国宣言上面的那句 甘衰自立为国 甘念烈性救恩 仍应供奉正数 遥作平凡 这句话中所谓的正数 又是指什么呢 没错就是指清廷了 那就可以见到这个民主国是有多么独立 而且一成立了台湾民主国之后 以邮逢甲为首的台湾乡亲父老 他原本是秦府衙门的总统府 向唐景松做了个两季六扣 向他呈上了台湾民主国的国旗和宝印 台湾民走去跪去的总统都算了 最搞笑的就是唐景松 不知道为什么会穿着清朝的朝服 向着北京方向狗扣手 而接任了总统之后的唐景松 但一样做的事居然是哭能了 没错就是当场大哭 说他自己本身应该是清廷的官员 做到这样都只不过是因为身不由己 而另一样好事的就是 唐景松明明宣布台湾民主国是自立体制 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有君主的地方才会有的年号 而且那个年号还叫做永清 就是永大圣清 意思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从清廷脱离独立的意思 而且他们用老虎做国旗的意思 也就是代表着他们依然都是神伏在大清帝国国旗上的龙 而在建国仪式之后 唐景松是以台湾民主国总统 前处台湾巡夫布政史的名义 来发表刚才的台湾民主国独立建国宣言 就是证明唐景松实际上根本还是有做清廷神子的心 台湾民主国总统这个名义 就只不过是一个拳移之计 所以唐景松其实有两副官人 而且张之洞也提醒过唐景松 通报消息和行文给清廷的时候 都是需要用回秦府的这个头下 对着那些鬼佬才用回总统这个头下 同时唐景松也都迅速Mask Message 被清廷自下的各个省份 说明他的举动就只不过是权移之计 事情搞定了之后 台湾都会依然是大清的领土 他知道他这个行为在事后会被判杀头 又或者会被严刑 但他依然都不断重申 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回去京城 接受应有的惩罚 但他仍然希望可以在台湾保留权力 并且驱逐日本人 即台湾的事有转机为止 简单来说就是 唐景松作为台湾民主国的总统 在台湾一直都处于一个这么不利的环境之下 他是从来都没有一个长延的计划 无论是建立一个新的皇朝也好 还是真的做一个主权的民主国家也好 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实际上 他这么冒险在台湾做抗日领袖的这一件事 与其说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倒不如是说他是想一心解决清廷的问题 然后回清廷做官 而事实上 在唐景松建立的新政府里面 邮逢甲就只有一个名咸 而没有被委派做任何要职 在南方驻守的刘永福 就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大将军 民主国新设立的内政、军事、外交三个新衙门 都是由唐景松的三个亲信去做大佬 三个部长所执行的事 都是一些重叠的职务 而且是需要互相协助才可以做得到 而他们所决定的事务 到最后都是要经由唐景松来决定 才可以出台的 而虽然这个新政府是有设立议院这一件事 但这个议院从来都没有开过会 而台湾民主国本来就没有制定过任何的宪法 就只有一些促成台湾民主国的人士 所制定一些建国的方针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整个台湾民主国的政府的大权 都依然掌握在唐景松手上 所以台湾民主国实际上 都是臣服于清廷这个帝国之下的偽民主国 那外国又怎样看呢 列强某一个国家对这件事有任何反应 除了一个国家之外 就是位于北美洲上的花旗国 亚美利坚合中国 即美帝 美帝是极不愿意见到台湾拿不上日本 这个就跟当时美帝一直有协助 日本取得台湾的这件事有关 不过这件事就要留下一集再说 总而言之的就是 美国的驻厦门领事甘德压 一知道台湾自立成为台湾民主国的这件事之后 就立即send了个message回去给他们的美国国务院 而在6月中有一阵 甘德压甚至断定台湾自立成为台湾民主国的这件事 是出自清廷授意的行动 网图要令到马关条约难以实行 他就认为清廷这个是一个极之傻仔的行为 因为甘德压很明显就知道 清廷这样玩东西 到最后都只不过是会被日本打祸金 没错 日本在甲午战后威震东亚 而且同时有美帝支持进占台湾 他们很早就知道台湾人是反对割据 并且组织力量抵抗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需要动用到军队去接收台湾 因此他们就派了近卫司团 和常备艦队准备向台湾进发 在5月10日 日本正式任命海军中将华山知己 做首任台湾总督 以进行接收台湾和澎湖的工作 华山知己一开始就组织总督府成员 在初步组织完成之后 就立即指示将总督府的位置置在台北 所以日本的第一步接收目标就是台北 而因为他们接收的目标在台北 所以他们就打算在淡水登陆 5月23日 华山知己就带着一众文武百官 由京都南下 在两天之后就和近卫司团在冲城会合 同一天就是台湾民主国成立的日子 由长期出发的常备艦队去到淡水 在附近探查的时候 就发现淡水满布了台湾民主国的士兵 所以到最后他们就决定在一个叫做奥底的地方 即是现在新北市的公寮登陆了 当时唐景松对台湾兵力的部署 是将重兵集中在他自己所在的台北附近的 基隆淡水一带和澎湖 那日本人都不是碎料 他们针对台湾兵力的部署 尝试在南部的浪桥即是恒春登陆 因此唐景松就命令了刘永福大兵驻守恒春和东港一带 而另外为了防范日军在南肯登陆 从背面攻略台湾 唐景松也都派出由台湾侍身 幽逢甲的义军 与临潮洞的洞军 去驻守南坎 伸足一带的地方 详细的情形就不说了 这些打仗的细节就留给大家自己找资料看 总之就是去到6月头的时候 日军就进占了基隆 随即就通知了各国领事 宣布日本正式执行接管台湾的工作 会极力保障各国在台湾的商务利益 甘德厄就立即回复日本 指出他相信以后台湾茶叶经由厦门转运到美国的业务 是不会有什么新的阻碍 他也批评清廷的官员是十分之刻薄无礼 所以也都很乐意见到日本成为台湾的统治者 而台湾民主国也都因为没有海军的关系 基本上是不会够日本打海岸战 到最后大部分驻守的官兵都要退守内陆地区 而不知是否因为见到大势已去 去到6月6日 唐景松就和一班官员逃离台北潜逃回大陆 台北城因为突然群龙无首而陷入了一片云联 兵匹互斗抢落 然后一众台湾附身外国商人以恢复战乱秩序为由 邀请日军入城维持秩序 就此日军登陆台湾10日就进占台北城 北部台湾民主国的时代结束 剩下南部以劉永福为领导者的残余势力 称为南部台湾民主国 在6月13日 美国著称公使田辈 就将台湾民主国成立宣言的逆文 送到美国国务院 而且他亦都说 台湾民主国是他见过最短命的政府 他认为台湾民主国这件事 完完全全就只不出自大清的官员 和台湾的士生的策划 台湾民间根本对这件事是莫不关心的 因为老实说 由日军被请入城这件事 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了 而本来在南进战线上 日军和客街移民军的交战都十分之交着 但因为唐景松的走路 林朝栋和邮逢甲见到大势已去 到最后都走路移民回大陆 刘永福就成为了当时 台湾拥有最多兵力的华人将领 而本来刘永福也因为一向被唐景松排阶 又同时没有任何清廷官员理他 所以他一开始对抵抗日本的这件事是没什么动力的 直至去到6月21日 他收到来自张之洞的密行 就说诸俄公市许景澄的消息所指 俄国是会承认台湾自立 想知道刘永福的黑棋军 会不会顶到两个月 又讲话救援张智之类的说话 令刘永福抗日的态度才转变为积极 去到6月25日 华山知己就写了封信给刘永福圈区投降 但刘永福立即回了他不了 刘永福在信中强调 台湾民主角的实际本质 就是为了防止日本佔领清廷的领土手段 他的效忠对象由始至终就只有清廷 我们现在就当然不知道 为什么刘永福要这么坦白 但就是因为他这么坦白 结果他就放了自己上台 刘永福其实就是靠 张之洞那句救援的说话 撑下去的 因为黑棋军的后勤物资是极为不足 需要钱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问题就在于 被日本知道你刘永福吃的是清廷水 那他们还不在外交上抗议清廷吗 结果刘永福两个月之内三度向张之洞求助 张之洞也是不了 到最后张之洞直接因为清廷被日本诈刑 而张之洞自己也被清廷诈刑 不但说明是不会援助台湾 还说会帮日本查禁由大陆运去台湾的兵马良草 而刘永福直接找他的心腹易信鼎 找张之洞勾援助的时候 张之洞依然都是不了 这个时候易信鼎作为刘永福的马仔也算不得了 见到张之洞这样的反应 易信鼎就提议 与其等刘永福在台南战死等死 张大人不如你给个命令给他 叫他回来大陆 那清廷就算输了台湾 也还有个仗材剩 但张之洞依然都是说不理就不理 而刘永福知道这件事之后 用了很多方法都筹不了期 所以他没多久就做好了退守的准备 一个月之内 寄了三个message给张之洞 问张之洞他自己应该是留在台湾还是走路 到最后张之洞终于回覆了他 跟刘永福说 这些事我不知道 我之前都没有答应过一定会帮你 现在你们呜呜呜呜 之后张之洞又写了一封信给刘永福说 朝廷有没有说不让你走 你不用不停问朝廷何时落指令让你走 你喜欢走就走 而到最后刘永福守到日军兵临城下 要靠着扮女人的这一件事 借英国商船走路回大陆 而就是这样 南部台湾民主国就正式灭亡了 由台湾民主国成立那一日 算到日军占领台南的那一日 前后历时四个月有26日 加加埋埋建国就只有148日 到最后就是一帮来自彼岸的官 利用台湾进行清庭给他们的政治任务 搞到台湾一获足之后 哥哥就走路回大陆 留下台湾一匹苏州市 在给台湾的人去应付日本人 而这个就是台湾民主国的本质 一个名义上走民主共和制 但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到最后都是那一个 整堆高官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互相扯后腿的 那一个残破不堪的清帝国 垂死争扎的手段 而中观整个台湾民主国的前后 台湾人本身对日本的抵抗 是来自一个自我防卫的本能 和带有些少中华色彩的反日情绪 这个位置就有点和那些本身来自彼岸的官不同了 因为当时这帮权贵知道外国不会插手 而他们也没有人帮拖的时候 他们到最后就只会母孩玩剧走 可以当大陆是他们的避难所 但留在这里继续抗战的 依然都是本土台湾人 他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就只会抵抗到胆尽良绝都在所不惜 简单点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生为台湾人死为台湾鬼 是他们最想做到的事 而接着进入日居时代的台湾 在这个时代之下生活的台湾人 又是不是真的那么顺民 那么深做日本人的二等公民呢 台湾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恩怨情愁又是怎样来的呢 日本人以殖民手段统治台湾的这51年 又会台湾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接着下来我们下一集 将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日本是为什么会对台湾那么有兴趣 而台湾在日居时代之下又是怎样的情况 最后当然也要说回今次参考的书籍先 今次这条片的参考书籍有两本 第一本依然都是黄玉德博士写的 《台湾苦门的历史》 黄博士是享誉国际的台语语言专家 亦都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 而他本身的身世也是十分悲惨 而他的身世和他的人生 都会在我们来之后的《台湾超简略史》中提到 对他的身世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留意了 而另一本是由洛芬美博士所写的《被扭曲的台湾史》1684-1972 《撥开300年的历史迷霧》 这本书中写了十个新的历史解读观点 不过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先自行看熟好基础的台湾史 再来看这本书 否则就很大机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这两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买来看看 又或者不买都行 因为都是那句 未来的这个台湾史系列 将会有很多不同的参考书籍 大家可以等我完整整个系列之后 我再会出一张参考书籍的书单 到时大家再一次过买来看也都行 这样就会方便大家很多了 今集的做什么懒人包 台湾超简略史就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讲到的台湾历史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不妨留个人告诉我 还有就是记得Follow我们Happy Corner 不同平台的社交媒体 在那里你会得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最重要的就是Facebook 海哥 Ringo 何其写文都写得很辛苦 记得上去看 Like和Share给身边的人看 而如果你想得到我们现在最新的资讯 就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最后也是那句 喜欢我这条片的朋友 就记得要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Share 我是米家 我们下一集做什么懒人包 台湾超简略史再见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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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